欢迎收听本期的 加留EarlyXS节目 我是斯善 我是抓换 我是老白 这期先给大家拜个年 这期节目上的时候 应该还在正月里 所以我们录的时候 是在年前 然后我们这期的EarlyXS节目 我们也再次尝试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观影体验分享 来这么个节目 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应该流洋地球已经正式上映了 大家可能有一些很激烈的讨论 我们非常荣幸 得到了一些点应的时候的 观影的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也正好 想趁这个机会 录一个EarlyXS节目 这个节目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 和个人的 看各种电影的一个体验 可能比如说 这期我们请来扎谎 比如说可以分享一些 电影爱好者 对某些片子的体验 然后像我是 我看电影看的很少 像小白的观点 然后像老白提供一些 比较苏联方面 对 苏联方面 对 共产国际的观点 对 提供一些chicky break it 对 然后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以后我们想多多尝试 比如说有些 如果有些电影 我们能提前看到 我们就提前把这个节目录好 可能跟大家做一些 自己的观影的分享 我们这期刚才也说了 我们这期主要是 我们提前看到了 电影的流洋地球 我们就来抒发一下 自己观看的一个观点 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 你先说好 我们这期节目非常个人 可能会说一些 非常非常奇怪的观点 我们已经做好了 iPhone的准备 我来这期节目 想标配龙马了 龙马在我录制之前 他年轻 他年轻 作为舅舅 又好像就玩到什么游戏 好 他们两个羡慕 不知道来说什么 羡慕死我了 好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 讨论 而不是可以先聊一聊 觉得电影是怎么样 看起来 这样请允许我在 正式讨论开始之前 我先念一首诗 这么喊 开始 今天扮演念诗之王角色 不 这个是曹操 东林结石 以观沧海 水河淡淡 山倒耸之 树木丛生 百草风貌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日月之行 弱出其中 星汉灿烂 弱出其力 这里边向陈青汉老师 直敬 强行 但是就是说 曹操 观沧海 确实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 一首诗 小时候狂辈 所谓建安风骨 但其实它也代表了 中国人的一种 世界观和宇宙观 很宏大 对 有古以来的一种想象 是 那么我们谈到 流浪地球 这个片子本身 它在这种文化观上的 一个承接 其实不一样 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超乎想象的 我可以说是超乎想象 因为长期以来 就是科幻这个概念 包括过去长期 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也会了解 我们一直在说 包括黄金科幻 然后就是国外的一些科幻流派等等 那么它一直是在 就是带有很强烈的印记的 对 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之前 就很难有科幻题材的大声出现 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边 根本没法把这两个词连续起来 是 对 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 它缺少一个文化的根捷 对 对 那么就是说 但是随着近些年来讲 就是电影产业本身 也在变革和进化 对 它不再像 就是差不多五六年之前 那是狂上荧幕的时候 对 就比如说荧幕铺到 就是三线城市和县级市 一年上两万多块 对 那个时候就是说 电影上亮就可以了 对 因为有相当大的 这个就是 控白的那些 对 新用户来填补控白 但是近年来 尤其是18年 嗯 到现在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从荧幕真正铺开了之后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看电影的机会变多了 这样你就意味着 我们对于电影的审美 在逐步的建立 对 提高 这样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说 呃 看电影不装 不光是为了关注这个电影本身 啊 是个乐法 或者是个什么 嗯 消遣 对对对 要关注他电影本身 所叙述的这些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近些年可以在电影荧幕上 看到更多题材作品出现 对 然后 然后另外一个前提 其实就是数量够了 嗯 数量够了 然后其中就是涌现出 具备质量的内容 对 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就是事物发展 必然规律吧 对 那比如说像去年在那个就是在 荧幕或者说院线大爆的 他也并不完全是凭借流量明星 或者噱头这种 比如说就是叙事的药神 嗯 我不是药神 然后动画电影白蛇 哎 算一个 算一个 白蛇本身的就是品质是很硬的 嗯 我还没看这个 对对对 看什么看完吹爆 对 惊了 然后就是今天这个主角流浪地球 对对对 就很好啊 非常棒 是不是 就是42是我们之中最先看过流浪地球 没错 回来之后 吹爆 没没吹爆 没吹爆 就微信上给我发了四个字 心潮澎湃 是 看哭了 看哭了 是 我听 你哭了吗 我最后那边挺激动的 但是被阿斌打了个岔 然后就就懵了 哭都给我哭 你看我 为什么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不乐意跟冷无缺座的一起 对 这个电影反正 我先分享一下我这个非常 我非常不专业的观点 因为我这个 我看电影非常少 这个可能之前听节目知道 我就是尤其对小说 我就我在我的这个认知里面 对认知里 就是看的很少电影里 因为我非常喜欢科幻作品 然后我看的电影 主要都是科幻作品 都是科幻电影 我就这么说吧 就是 虽然流浪地球 客观的说 就是一个及格线的 就是从硬质量上看 我觉得就是极根线的科幻大片 但是他作为一个科幻小说 改编的电影 非常非常优秀 是 因为我印象中 就是往前倒五六年 就是几乎我印象中 所有的科幻名著改编电影 都砸了 你现在有什么 这个安乐游戏 安乐游戏砸得很厉害 还会更往前了 就是我印象中 就是反正好莱坞的 这个院线的科幻大片 在改编 这个 科幻小说的时候 他把这种 就是高密集度的信息 呈现到 简化 或者是做成 提炼其中 这个视觉元素 比较冲击的部分 干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不高明 一般来说 他都需要 大幅度的改编 就是他的流水线 的一个运作形式是这样 就是说 他提炼原来 远著小说中 这些精华的部分 然后可以呈现出 非常好的视觉印象的部分 把这部分 着重的放大了之后 他再去用那些小的 气角盖拉的那些地方 给你慢慢把这个东西填住了 实际上这个东西 是违背一个小说 正常的一个叙述的主线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小说改编的电影 科幻电影 这些东西 就不是那么讨巧 而且非常失望 可以说 对 而且对于陌生观众来讲 因为你接受 闹心的原因是什么 你没法通过电影 给你输送的内容 营造一个完整世界观 对 对于小说 就是小说的读者 可能会被这个名字吸引 然后他看着电影 看着特别不痛快 对 然后普通的把他觉得 就是一个好的 科幻大片的观众去看 也看着不痛快 经常会有这样的结果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两边都讨好 两边都讨好 就是两边都讨好不了 对 而流量地球 这次单说本子的改编 我估计会有很多人 喷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的问题 这个是大流小说的问题 这个锅水 可以 我单说这个故事 首先 因为我们这期上个时候 大家可能很多看了 但是我们这些电台 会尽量少剧透 但是还是有剧透的 会有剧透 会有一点点 这个流量地球的故事 这个电影的剧本 改编的特别聪明 是因为他改编的 他讲这个内容 是一个独立的新故事 跟原著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们上的时候 应该是前几天 上的流量地球的读书节目 我们也讲了一遍这个流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电影里讲的这个故事 在小说里 基本上是半个自然段的内容 就特别特别少 极少 对 然后但是这个故事 虽然完全原创 但是又完全不违背 原作的基调 对 他相当于 小说是一个宏大的故事 你可以说 他是用了一个中片的篇幅 来写一部史诗 对 电影是一个微观的故事 然后他居然能和小说 形成特别好的双向补充 互补 这个非常厉害 在这点上 我作为一个非电影迷 而是一个科幻迷来说 这部电影在这一点上 我就觉得特别厉害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他这次改编 非常讨巧 因为我其实也是看过他原作 但我说实话 我最早接触了《流氧地球》 是因为玩了城王游戏 做的某一个手机游戏 这个牛逼 对 这个切入点有点牛逼 但我后来去看了原作 然后我当时觉得 这个东西你改变成电影 真的很难 太难了 太难了 你原作完全改原作 改成了一部电影的话 你很难去做到一个 怎么讲 就是你有很大投资 然后你就有一个投资 漂亮的双影 就有特别大的特效压力 然后他那个故事 作为电影的话 其实特别缺少 就是启程转合 对 缺少一个明显的一个情感性 跟他的一个起伏 所以这个东西 很难拍成一个非常好的电影 对 这个其实就好比说 你看真正的历史书 比如说你看史记 你能从里边 看出多少感情来 感情都蕴藏在事件里边 你只能说是把事件 发生的情境尽量还原 对 你单单出来慢慢看 对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这里 我接下来说的是很剧透的那种 它里面融合了很多刘思新 别的小说的元素 对 它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如果你不看刘思新小说 它也是个非常好的灾难片和科幻片 对 但如果你是大刘的老读者 里面有各式各样其他小说的小元素 让你就是会会心一笑 但是又不会说那种 破坏主线 对 就是那种 你看我好懂 我各种玩梗 对 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很厉害 包括它几乎算是完全独立的设定 领航员的空间站 包括它特别有三体元素的火种计划的设计 其实我看的时候留了个特别大悬念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 它把整个流浪地球的故事 改成了三体式的那种绝望的黑暗事故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落俗了 对 但反而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改编 如果刘思新参与的话 它有点类似对自己三体成功的一个回应 有一个重新解构 对 就是告诉你说人类是这样的 人类是因为这样而伟大 就是三体可能我们看到是那种人类的那种 可以说是以同样的冷漠 面对宇宙的残酷 对 那种行为 而在流浪地球中又回到了 又回来了那种 就是黄金时代有的那种 昂扬的精神 就是人类 不会放弃 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 这一点是我觉得流浪地球特别打动我的 一个点 对 让我们接着往下说吧 接着往下说就说到这个片子 因为其实一部电影可以拆出很多部分 包括它的视觉元素 包括它的配音 包括它的整个剧本 包括它的台词 你们觉得就是打动你们的这部电影的元素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情节 因为实话是说 特效 这个电影的特效其实非常好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它捉襟见肘的地方 粗糙的地方 因为我跟阿斌看到刚开始他们开运输车出来的时候 阿斌在那里说 我靠我靠掉针了 掉针了 对 有的地方是它那个大场景 它必须是拉特别远远点 然后慢点动 对 因为它可能明显是扛不住 但是就是特效特别恰到好处 而且就是我们我那次参与的典应 刘斯坦在现场 他说过 就是说他很担心中国的科幻的特效 做出那种玩具感特别强的那种 就是那种质感非常差 然后就是干净那个劲儿 没有 这次没有 就是说他在该有的那种 对氛围表现的细节上都拿捏得非常准 就是科幻影片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坑 就是说很容易跳进什么奇观化的这样一个陷阱里面 就是说我尽量在荧幕上给你呈现一个 就是你无法 你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奇观 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我胆经截律 然后用尽了我所有的经历 结果其他部分不是不可 不讨巧 不讨巧 对 然后我想起来最直接的东西就是安德的游戏 对 就那个特别滑 特别滑厉的那一段 高度滑厉 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就那样 没明白这个电影讲什么事 对于就是关键情节本身来讲就很很无助 你知道吗 对 但是相比之下 我觉得流浪地球里 比如说这个行音发动机 然后比如说地下城里 那个老北京的那个劲 对 然后包括这个很多人 其实很夸了夸了非常多的 那个整个这个运载车 和里面那个带外骨骼的 那个运载车如果出手办一定买 真的就是巨喜欢 你看它设计的很收敛 但是细节完全都够 到了 到那个点了 特别棒 这一点上我也觉得很惊喜 然后这个有关它这个特效的这点 然后用的很聪明一点 我还想提一个 就是它那个开头 其实啊 这个这一作的 就是这个电影的行星发动机 其实跟我想象的那个小说里写的 就不太一样 小说里写的特傻巴寒粗 就感觉是个大管 对 这样一出 对 然后这个其实电影里还是时髦化了一些 包括这个喷色蓝色火焰 但是它开场的时候 有一段把地球推动的时候 就是它推出了一个那个日出 特别好 那个我感觉就是 对于小说的读者来说 就这个一定会想到 小说里写的特别有仪式感的 就是说 行星发动机正式启动那天 然后地球的最后一次 对 最后一次日出 然后它在电影里就是非常收敛 它没有用那种 我想如果是 高度煽情的那种 以前可能是一大段旁白 一顿鼠嗷嗷嗷的 然后它没有 它就说 简单的提了两句 实际上它一开始 放出来那个预告的时候 它有一个预告是 一直在旁白解说 然后一直还 还尖杂有人物对话 然后当时我看完那个预告的时候 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我非常 我非常怕 就是说你这个电影 真的是按你这个节奏来拍的话 我觉得你这样太乱 聊天式电影 对 这太乱了 全人在说 你说 其实不用 有些东西 因为镜头 它其实本身是带语言的 对 因为镜头它可以给予你的东西 比你要旁白的 实白的说要更高明 而且这个东西会更加直接 让你有一个脑海中 有一个画面的影响 你不会就是说实话 我们现在在想到这个电影开头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到说旁白说了 太阳即将什么 这那那这那那说了一大堆 但是我们会想到它这个镜头 它一下就会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就是非常专业 非常好非常好看 我个人就是观养的这样一个观点 几个方面 第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东西 是它特别中国 非常中国 而且就是说你只要去看了这个电影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原生的中国产品 对 因为各处的细节内容 有意的无意的都在告诉你 这是一个中国made in China 对 我当时我提个题外话 就是我当时去采访那个乔兰道的时候 他说就是我问他那个问题是有关于很多 就是大概亚洲这边的漫画 包括是一些小说作品 有没有搬上大荫幕的可能性 他对这个是什么看法 他当时说他改变阿丽塔原因 是因为阿丽塔所在的钢铁城 它是一个大熔炉 这个没有停泊 这个大熔炉只是 就是它是没有一个带有特定地区文化属性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融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很多文化元素在里面 对就是你看到很多混杂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如果说你要拍做一个非常亚洲中心的东西 你只能在亚洲拍 你只能用亚洲本土的故事来拍 你只能用他本土的导演来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流浪地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而且我非常高兴 说能在中国看到这么一部作品 这个评价很高 是因为我跟老白也说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中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 我感觉已经在十年了 不可以说十年都不止 我已经好久没有在科幻片里见到就宏大叙事 是 就是无论多大的事 一定要落到一个具体的 特具体的儿女形长的个人的 要么个人拯救世界 要么这个世界无论如何 爱是最重要的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拍的不好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觉得科幻电影本身 可能因此缺乏了很多科幻小说感下了重手 对 他可能是出于综合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可能有观影 观众喜欢看 就是说情感线或者类似的东西 或者这样好理解 但是你会看到《流浪地球》敢这么拍 就是敢传达出一种 可能现在甚至在娱乐产品都有点忌讳的那种 就是说在真正的灾难面前 人到底有多渺小 对 就是天地不仁四个字 你知道 就是很简单 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所有人都在挣扎 对 而且是大范围的挣扎 没有任何起码的人性的这部分 这个电影敢落在这 对 本身就很厉害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他这部电影 在拍中间某一些镜头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 大概是在14年吧 上的一部电影叫《星星川月》 对啊 对啊 他的那个电影给我的整体印象说非常可观 就是提到了非常多 我们 我 据我 据我这个个人的这些理解 可能理解不到的东西 但我感觉是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几目 都是跟他们人物 都是 都是情感关系 都是家庭那个关系 跟他情感关系有关的那部分 包括他爸爸 就是第一次上 上 对 对 回来之后 发现已经过了多少年 然后他女儿一直在给他发信 对 他当时看到那个荧幕 然后满脸满脸流泪那个样子 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 印象非常深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流浪地球在处理这些人物的 可能说人物他本身塑造 他确实有一定他的问题 对 就是很平 很平 他没有 过多的时间再去给你 因为一部电影 其实都这么长 对 而且你知道 大刘写的这个 写小说 人物扁平问题 大家都是已经喷成习惯了 对 就每个人物一出场 大家都知道这干嘛 你负责干这个 你负责干这个 你负责国家大义 你负责这个 儿女情长 你负责死 对 差不多 是 我跟你讲 就是很多黄金时代的科幻 本身都有这个脸谱化的问题 对 改变成小 改变成电影 人物服务故事 不是故事服务人 对 比方例如有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是 我们如何定义人文精神 如果你在 就是他这个电影 或者说是 这个原著要讨论的人类文明 这个宏观尺度上来讲的话 他其实反映的 恰恰是人文精神 最具体的东西 是 就是灾难面前的 所有人 所有人 他不是说把这个东西 必须落到具象化的某一个个体 某一个父子 对 心思如何复杂 然后就是说 去描绘那些情感细节等等 实际上我认为 就是说星期穿越里边 马称麦康纳看女儿 那个视频那段 就有点用力了 对 过于用力了 但是就是 他真的很感动 是很感动 但是从流浪地球 这个电影本身来讲 他的利益上来说的话 他在当前的 这个消费主义 和这个娱乐工业的 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他是个特别异类的东西 他很异类 因为是什么 他这里边讲的是集体主义 对 这点很少见 他讲的是人类文明的 集体化之后 能够带来多大的创举 是 对 他包括 他这种其中那种 很朴实的国际主义精神 对 所以说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 真正能够站在宏观尺度上 思考就是 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 这样一个 没错 而且说到这里之后 还有一点就是 他没有因为大尺度 然后就导向彻底的 实用主义和背光 就是有点像三体 你看三体 三体为什么地球往事 这个四肢听的 就是尤其残忍 因为地球已经是往事了 对 就是宏观尺度下 人类就是连蝼蚁都不如 但是到了流量地球 反过来又重新 给了这种视角 一种浪漫 就是说 是的 人类是 连蝼蚁都不如 但是就在最后 最后那一刻 全世界所有的人 可能那些 就是那段 其实特别打动 就是所有的救援队 可能连家都回不了 情况下 所有人都 转向车头 那个 非常 我觉得是 我好久没有在科幻片里 见到如此大气的 对人类文明那种乐观 乐观和歌颂 就整个一个冰原之上 所有的车 因为其实那段 如果你没有 你们有注意的话 那段之前 就是韩多多 他在呼叫 这段巨头 那段其实做的挺刺 台词挺刺 台词非常刺 在呼叫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段 有很多救援车 他们就放弃了 对 日本老哥 但是好想吃什么 再配上味噌汤 打击手枪 他是依然会表达 人类文明在绝境之下 是的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束手无策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他这段处理的是 想用一个对比 在发出最后呼叫之前 似乎好像所有人 都已经放弃的样子 到之后 还有一个高潮 大家都回来帮忙 虽然这段 有一点落俗 对 其实是我后来想的 就是因为 现在落俗的东西还少 就这种俗的东西 压根就没了 对 但是实际上 我们其实很渴望 在看到这种 就是告诉你 人类就是在绝境之下 依然就 能爆发出自己的能量 对 这种能量是 我觉得是文明的一种美感 文明的魅力 而是这是科幻小说 我这么说 在小说层次 2000年之后 也很少会写的 是 回到张宏 最开始提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电影里边 哪些部分最打动你 那么这个 对于我来说 就是 最后对联合政府的发问 就是说 没有人类的文明 它是文明吗 对 你看我觉得 整个流浪地球 我不知道 刘思新作为 辅助参与的 剧情兼修 他做了哪些工作 流浪地球 是个很好的 对三体的宇宙 宇宙价值观的回应 对 非常棒 这个东西非常棒 我觉得 那么如果还原到 三体里边这句话 就是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对 但是问题是 有的时候 科幻小说需要告诉读者 告诉所有愿意看的人 就是人类文明 文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对 就是三体里边这句话的出处 其实是帕斯卡的 给时光以生命 而不是给时光以时光 对 但是就是你把它放到一个 真正的宏观指头上去考虑的话 就是说 它其实是在对于 在面对巨大灾难 或者危机面前 人类整体的一个 就是态度 或者说是一个认知 你 包括说之后 就是在最终的 就是计划执行之前 人机对话那一段 跟MOS对话 跟那个就是主控电脑MOS 来对话这一段 是什么呢 就是致敬太过明显 对 这个号 光是MOS长得太像 某位著名AI 第一次登场 我就给我咯咚一下 我说好好讲 太像了 像我不行 对 它其实就反映出的是 人类是很复杂的 对 人类是很复杂 我们不能说 人是一个正反 或者说是黑白 这样一个简单的二元对比 它是多种意志情绪 掺杂在一起 最终导致一个 就是行为的决定论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 理性的冷冰冰的 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结论 而且我想说的是 反正我们现在录制的时候 在年前 我基本上已经预见到了 在讨论中了 包括我之前 我之前每次 比如说我推荐 老威尔行星的时候 包括有很多人 然后很多人会来杠我 说 你这个名词用的 行跑 就是很多 用那种非常冰冷的逻辑 去传达 说它的不合理 说人类文明 具体的那种 就是基于实用的 严密逻辑的悲观主义的 结论 是 可以这么想问题 我觉得 而且实际上是这么想问题 但是你知道 我们看科幻小说的时候 因为科幻小说是小说 科幻可以承载 绝对意义上的悲观 所以我们才有赛国宏克的作品 才有后面 是更多的 而科幻也可以承载 绝对的乐观 所以我预计 可能会有很多人 在第一次看这个小说之后 回去 曾经我们读流浪地球小说的时候 经常干的一个事 就是推动地球 这个事不合适 不成立 然后之后说 最后这一个反转 说不合理 不够理性 不够合理 付于理性的考量 是 或者是觉得 结尾是个大团圆 我不喜欢 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有一类科幻故事 是会讲这样的事情 而这样的故事 有它的 存在的意义 价值和意义 这个非常重要 是因为我们 我觉得就是 我们看了太多年 连科 就是 如果连科幻都这么丧 那是 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我觉得就是 对 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人类 整体想象的一个问题 对 你对于未来的想象 到底是怎么样 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 我非常喜欢看 那些负面的 就是说 对人类未来 描述非常负面的东西 但我觉得 看多了 你也会想说 到底未来 到底是怎么 就是我想说是 科幻观不是只有 三体这样一种的 对 所以我特别喜欢 流浪力学游乐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 他把这个事 又转回来 就是科幻可以传达 恢弘且有人性 而且昂扬向上的 我觉得 我觉得在很多 比如科幻电影里 或者是一些科幻故事里 人性被拿来 讽刺人类的软弱 和妙小 这个事 我觉得 可以这么讲 而且他确实挺打动人的 但是你不能全这么讲 到这儿 我就又要念一诗 请 这个不是诗 这是一段台词 这个是Metrix 第二部里边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一段台词 最后建筑师 在和Neil对话的时候 对 他当Neil选择了爱的时候 他为人类做的 这样一个判定 或者说断言 他说的是有关希望的事 Hope 那么希望是什么 希望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人类的错觉 人的意向的错觉 对 那么同时也是人类最大弱点 和最强的地方 拥有希望 对 这个其实就是四十二 刚才讲的 就是这种 极度理性 无视人性 的这样一个判定 但是恰恰是希望 能够驱动人类 幻化出最大的动力 对 另外一个 我想提到电影中的 一个细节是这样 就是 我们有吴京扮演的 这刘是叫什么 刘培 刘培强中校 刘培强 刘培强中校 对 他在最后面对 就是他最后进到 那个中共市 然后面对MOS 面对联合政府 这些种种提议之后 他做出那个选择 我们其实 从他这条感情线上来说 好像是 应该是出于 他想见儿子 他不想放弃地球上的儿子 这么一条线 他最后没有在任何 他跟MOS的对话 跟联合政府的对话中 表达出来这一点 对 他出于的一个考量 并不是说 我想见自己 我想见自己儿子最后一名 凭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见不着 而只是说 出一个更加 稍显理性的一个环节 就是为什么地球上人类 有希望 你却要直接法子放弃 对 而且他的人性是落在 和俄罗斯老大哥说 我们要去湖上钓鱼的 就是像二湖 你看 我们在我们中国的科幻点上 里落人性 落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我说 这个片子非常中国的一个 佐证 或者说是一个内核所在 因为是什么 在世界的各民族的历史记录上 都有大洪水的记录 但只有中国治水 是 对 可以说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这事吧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事还 呈现出一种 我觉得我特 我特喜欢那种 特别 普 普世 哎呀 就是直说 就是土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人 哪怕住在这个城底下 我们想了也是年三十的时候 该 该怎么布 该吃饺子 吃饺子 是 该五十五十 其实这个事很好 很有意思 这个片子的 中国式的思维 那会是什么呢 在科幻电影里边 我们经常会看到危机 经常会看到灾难 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并不把危机当做你的敌人 对 危机是很客观的 他不以你的情绪为转移 他也没有爱恨 对 他只是生活那么一部分 对 他只是很客观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说 当你面对一个 就是不以你的情感为转移的现象 或者事件的时候 你能做什么 你能做是发挥自己的力量 然后吃饱了 所以所谓的知人士 禁人士知天命 对吧 那么天地不仁 以万为走狗 对 王侯将向牛肿户 我能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这是中国人本身来 面对 就是说危机或困难的 一个大的态度 就是说宏观层面上的一个态度 对 那么你在就是说 西方科幻里边 他为什么具体到个人 因为就是说 他在很多时候 并不能肯定 在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不能做出什么 是的 但是如果说放在中国的始终讨论的话 我们可几乎可以确定 能 可以 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不做 然后想到了一个事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 后期出现了 李一 李长条 这位大哥 在某年初期的时候 对 放了12响 春节12响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完全体像 你刚刚老白所说的这些 而且我想说的 我觉得这个是根源上的文化差异之一 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欧美的艺术创作者 愿意在故事中加入这种很强的 可能是决定论 或者是宿命论的 就是他有一种被感召的 或者是 可能回归到原点 可能是亚伯拉罕一神教理 该有的那种原罪论 或者是 就是有这样一种注定的那种 比如说雪国列车 对 就是那种冥冥之中 他认为自己有一种指引 或者有该做的事 就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们会把自己的责任 落到一种 该进的事业 或者是应该去做这样的事 然后反过来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没这概念 特别没这概念 是因为 这个事 是我很个人的 我自己一个 没有 这期节目都已经很个人观点 对 没事 就是我觉得你看待一个文明 文明看待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你可以追溯到文明的造人神话上 是 所以你看我们的造人神话是什么 就是女娲 土 对土 我们是黄土捏出来的人 对 而且捏我们的人 我们其实说是把他看作女神 实际上女娲就是一个长着没有人形的 但是女性组长 对 是个领袖 然后他干了什么 是天 天有了窟窿之后 他补上去了 然后这个故事迷之 就是这种黄土捏出来的生物 活着的一个 活着的一个正当性 其实它暗示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 我们的创世神话中 把人视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事物 这是我们就是存在正当的理由 不是说上帝以自己的人 自己形象负行 然后上帝说你思长万物 然后你有神圣性 对 我们的想法就是既然都这样我们就活着 等什么时候天如果再有窟窿了 然后再去补 我们就补上去 就是是这样一种观点 所以我们明明中就是那种 我们的顶天立的原因是我们吃饱 我们吃饱喝足了 然后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 没有什么告诉你 你应该做 你注定做这个事 只是我们觉得危机来了 我们能做什么就能做 如果天窟窿我们堵上去 有用 我们就去堵 如果一个人不够 我们所有人都扑上去 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朴实 然后你可以说 并没有那么恢弘的 有一个思路 对 有一个感召性的 对 就在这个整个流量地球 这个片子里体现的特别明显 YouTube上流量地球预告片里边 就是下边评论区有一个热评 是一个老美写的 很逗 但是就是我觉得说到了本质 他写的什么呢 When better things happen to earth United states look for new earth China save the old one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solutions 是 你没错 对 是因为什么 就是这个就是冒昧理解 就42讲的这个就是民族性的问题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呢 殖民 和得救 对 虽然我不太敢这么说 但是老白竟然这么说 我只能说 对 我不要脸 行 西方核心的就是 他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他的文明和传播 包括就是是领土的开拓 他都是建立在殖民的这样一个技术上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对 他都建立在殖民基础上 那么中国本身的就是民族性传承 是什么呢 就是种了几千年地的 守土 对 是守土 农耕 对 所以说就是文明的根基决定了 你面对问题的时候选择的 方向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你选择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 因为我在想 这个片子 如果国外的观众看 有一点其实特别奇怪 但是我们才能够理解 就是吴京衍 这个宇航员说 今年是大连初一 对 所以我就不希望这个家就这么没了 说这事我当时 我当时看到是觉得特别有共鸣 这个事就是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是非常有共鸣的 是 就是我们认为的喜庆 或者是我们认为的传统 确实跟宗教式的感召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特别踏实的 说地种了很好 然后家里热炕头都有 很具体 然后其他乌巴拉里的都聚过来 是 这就是我们觉得多好 这叫喜庆 这个喜庆可能跟任何事情的神圣性 都没有关系 就你可以 这个喜庆在英文里边 HAPPINESS 但是HAPPINESS 它是绝对没法体现出喜庆的概念 对 所以就包括领浪地球里 最后每个人孜孜不倦地要做这个事 包括每个人觉得不想放弃 这种态度 其实冥冥之中 都是有这种一种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觉得它顺 我觉得就这么干嘛 你能去就是很顺畅理解 这是因为你的本身接受的文明 对 是来源所决定的 对 包括它最后 其实我们看到 虽然是最后非常英雄主义 刘培远中校开着空间站 撞向了火焰 然后引爆了整个引爆了土星 对 土星大气 虽然听起来确实不太那种了 是 但是就先这样吧 虽然是作为一个相当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个英雄 英雄救助的一个感觉 但是就是这样 实际上之前它铺垫了很多 包括各国宇航员都已经觉得 算了都已经回不去家了 那回去帮了他们的 帮他们去推那个 撞真的 那一幕 虽然那一幕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当时马上想到逆袭下来最后 不就是玩大石头 他把他推了一眼 推了一眼 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逆袭下 包括《流氧地球》 它这两部作品 都是非常亚洲化的作品 对 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好莱坞大歌里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体现了 我们对于最后 一个人是蝼蚁 但是很多人聚在一起 是力量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体现 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 是的 就非常 就顺便说一下 就是点人木青这个事 他也不是说不可能的 该点点 不 因为在2001太空漫游里面 已经有了点人木青 这样一个说法 而且就是说 按照剧组的这样一个讲法 是中华院大佬去 研究了一下 请中华院大佬做了一些研究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把地球上全部大气 都扔到木青上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最后撞向木青大气的时候 有种 除了挺牛逼的前进三 前进三太牛逼了 我当时就百感交集 然后因为你想 前进四的时候是什么方向 在三体里前进四是个什么方向 它是个什么样的文明观 这个前进三又是冲着什么方向 为了是 就非常非常微妙 然后这一幕本身也特别有 全面带阻塞干扰的风格 所以他整个是最后装雨扑向太阳的 是所以就非常好 这个片子就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存读者来说 非常好 是是是 这段就是我被阿斌打岔那段 你把阿斌跟我说一句什么 说你知道为什么天上飞也不是他妈吗 因为能看到你妈这 我说 说了什么 所以说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电影 千万不要跟冷不去坐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核心 我这点还有一点 就是在说一下接下来的话题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点 也是特别希望扎晃能说一说 就是你觉得作为一个 就是常看电影的一个观众 你觉得流浪力求在 比如说作为电影的角度 比如说技法或者是镜头 有没有什么好或者特不太好的地方 对于我来说 首先我们出发点 就是我谈论这部电影出发点 是国产科幻电影这么多年 终于出了这么一部片 你觉得能把它称为里程碑吗 里程碑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要随便乱讲 话不能随便乱讲 可以可以 对但是我觉得确实20 包括我其实也看了一下 今年2019年可能会上非常多的 制作精良的大片 除了流浪地球开头以外 包括那个谁 古天鹅跟Five Face 他们做明日战记 预计也是在今年上 然后再往后的话 好像还有张小北 这位著名影响人 他拍的他和琪琪眼的 叫什么脱星者 这片也是在今年上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科幻片的一个井喷的形式将在今年迎来 当然我们也确实要知道国产科幻电影 过去几年的发展非常不顺遂 是的 我们今天看到非常多粗之烂造 只是把一些视觉元素当作你整个核心理念的一个东西 放出来叫一部电影 对 我要吐槽一部电影叫做破梦游戏 去年上的 那部电影正看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绝望 我曾经15分钟快进着看完了新的追捕 那部片头看了5分钟我关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那个电影 他当时前期宣传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导演他们一个介绍 就是一个简单的幕后的一个介绍 他说突出什么赛博朋克元素 视觉元素 赛博朋克视觉元素 它只是一个视觉元素 它只是一个风格 你可以在电影里面充分的体现 它整个社会是怎样运作的 但它不能作为你整个电影的主体 你电影该拍什么 你该有的什么 你该有的本子 你该形成演员 该打磨好的台词 你都应该好好去弄 你而不是说 只是说突出一个赛博朋克风格 你自己想 流浪地球里有非常赛博朋克的设计 这个就是我要夸他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流浪地球 它本身来讲不廉价 对 不是廉价概念的堆叠 是很扎实的细节 自然形成了 你能看到的视觉内容 对 包括他其实他的市校团队 我跟阿斌最后结束的时候数了一张 至少请了六七家 是 包括非常有名的维产 VFX 国内的BASE 包括 很下学位 非常下 当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传闻 说他们资金链断了 投资没钱了 这个倒不是说传闻 是真的在不断的补资 不断的往里打钱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片子在18年的夏天 就已经基本完事了 剩下的时间全在补特效 对 但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他整部片特效 当然有丢阵的地方 那肯定 这个先说 这个先有丢阵的地方 但是后面的整个 包括他最后看到的那个木星 就他在那个 苏拉维西 对 苏拉维西那个发动机 他看到木星往上那一幕 我就觉得非常震撼 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效果 对 但是就是我要说不好的地方 确实是有 我们必须要承认 对 在他的剪辑上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乱 是 有一部分 包括前期的 他刚刚刚刚刚刚的开头 有一部分 甚至有音效 没有处理好的地方 就是两个人突然说说话 然后突然大的一个背景音进来 对 突然都听见说话 然后包括前面一些镜头 剪得跟预告片那感觉 这个事还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那次这个观影会 导演和大刘都在现场 导演上来之后 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我发现刚才有一个音效 有问题 我的联系 所以导演也是很认真负责 他是很认真负责 在院线中 是不是可能就没有这些毛衣 对 我觉得可能是有 就是 这我们不能下结论 不能下结论 之前在其他的就是访谈里边 就是郭导曾经说过这个事 就是关于素材 然后剪辑的一些问题 就是 我是很期待 他能出一个完整版的 这样一个导演剪辑版 对 因为他 因为他里边就是说 去掉东西实在太多了 对 因为我说一个 就是属于班门弄斧的评价 可能一些 没有 其实我电影这个东西 我个人感觉是 每个人看电影 他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什么专业不专业 因为我明显感觉 就是比如说在上海大厦里那段 就是纯粹的灾难片动作戏的时候 对 镜头特别乱 是 就是 就很要命 特别搭不上 这边 就是他没有把那个紧迫感 就是落到那种 比如说 这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 他这一段的 他这一段的 这个镜头的衔接点是什么 有三 有两个长镜头 就是能看到的镜头 就是他从那个一个泡面图 对 然后从上到下 谁带什么位置 那个时候 我们第一次才知道 原来什么 老头 老同学在那个火种的上面 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人在下面趴着 如果没有这一段镜头 这一段 就完全是乱了 我觉得在这段 你就体会到 就是中国的拍 这个科幻电影的 跟好莱坞的那种 电影工业的差距 这是基础问题 对 就是有很多 很基础的表现力 他可能 他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规范 对 但是我们还没有 这里边不是说怪责谁 但是很明显 在拍这一段的时候 分镜头没写好 而且还是不成熟 我觉得他真的不成熟 其实这种不成熟 我觉得在很 就是整个片子过程中都有 所以我估计 比如说 没有那种 就是比如说 对大流的喜好 或者是对科幻片的一些 像我这样 执着 加成的执着的 观众来看 会觉得这个片子 观影看起来 有点乱七八糟 是 好在就是说 整体的 整体表达是很充分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包括你开始 这个电梯里这一段 他有一个 不是有大哥在拿加特林那 狂走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要回到他那个镜头 他已经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对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想的是这样 就是他因为已经开始 他想通过就是不同的场景切换 来表达这种紧迫感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几处镜头 是那个冰川站往下落 大厦江青那种感觉 对 他想表达出来 我大概猜一下 就是这个加特林 马上就要打完的时候 这楼就塌了 大概是这么一感觉 但是景色真的特别乱 他对他肯定是想表达到最后 所有人就是有一个就是从那楼里面 就越出的那个镜头 是一个慢动作 对 那个镜头的时候 我就说啊 原来大概是这个 这场景结束了 我前面我前面明白什么意思了 就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从电梯开始往上爬 一直爬到就是出来 就是出来 就是主力 从上面出来 这段 我没搞清楚 谁在上面 谁在下面 然后 因为他不就是先上了俩人 然后结果那个主角在下面说先上人 对 就这么一段 突然开始玩 包括从这开始之后的几条分线 然后这几条线的汇合 然后再到后来那次 居然是各方配合 这些镜头 说实话 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流氧地球 作为一个 比如说科幻大片和灾难大片 就是在硬实上 在极格线上 因为他在这些地方 你会发现 我们拍出来的 我们终于明白那种客观的 跟好莱坞大片的差距在哪 对 你看我作为这么 就是这么有私心的人 我要说这个片子的利益 比好莱坞的科幻大片要强很多 但是客观的时候在制作上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在细节处理上 他的那种稳定发挥 是还是赶不上的 是真的 这个就是没法 包括他 但我觉得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在大的镜头 长的那些 就是情感 包括冲突点 爆发点的那个地方 他没有掉链的 是 他至少能把你要表达出的情感 给你表达出来了 一开始可能 就是刘培元走的时候 那段镜头很乱 突然出现他妈躺病床上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后面还说了一句 然后他妈说 因为选择了一个 选择了一个监护人 他老爷 里面还是有些刻意交代设定的 对 他妈就突然就 从躺着病床上 变成躺在那火花盒里面 送去火花 我觉得这真 有点突兀 这段有点突兀 但是他 大的情节 到大的冲突点 包括最后 刘培元跟他儿子说 你就往天上数一二三 我们知道是一个 recall的一个点 但是我觉得这段 真的是处理的非常好 如果阿兵没有打断我的话 我觉得应该非常好的感受 你是得给我多恨他 但我现在满脑的村 你妈扎了 反正这个事 不是 是这样的 你今天看到的缺点 这个东西是什么 电影本身作为一个娱乐产业来讲 工业化的基础不够 对 体现出来是这个事情 但是你看到优点是什么 你优点看到的 就是你看到的优点是 因为电影本身把基础做的特别好 对 就包括说是像一些基本设定 然后就是概念 细节 场景 环境 建筑 工具 载具 都不错 这些东西都不错 而且就是说很多内容 都是确实下了心思去考证 那么就是 本身来讲 它本身是流浪地球史诗中的一个小部分 太小了 对 太小的一部分 但是就是说 这个就是剧本为了 这一个小部分 写了前后100年的编点史 这挺厉害的 他们用心了 对 就是他去推断 就是地球上的文明 在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 在这100年里边发生了什么 对 那么就是包括说 你我们看到的 特别中国赛国朋克的 这样一些桥段 就是你看 就是原来我们老说第三新东京市 现在我们第三新北京市 对 他到了 对 开车之前想那个声 对 开车之前想那个车载 那个警报 什么北京市交位 提醒您 对 那段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知道他要铺一个点 就是他之后铺要 想他老爷的时候 这么一段 但我知道就是说 但他老爷其实活着不能上路了 没什么办法 扣12分的 所以我觉得这段特好 就是我觉得文明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科技的发展 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有仪式感的事 对 渐渐的生活就变了 对 但是生活也有很多东西 跟之前 其实一点都不会变 因为有些东西是传承的 这个态度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欧美的科幻小说 和科幻电影 在处理未来世界的时候 都有这种非常重的仪式感 就觉得科技让一切焕然一新 是 或者说科技带领我们人类 全部都走向毁灭 对 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 就是这种科幻观 反而可能相对中国一些 就是它是个 渐渐的就影响我们 就是我这边 那个就是差一段很个人的那种 就是我对于历史 或者说人类对于未来的 这样一个体验 我感想是 印象最深的地方在哪 是在苏博 苏州博物馆 我去苏州博物馆的时候 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展示 就是完全按照明代的生活 布置了一个居室 就是里边的家具 然后用具 全都是文物 这样的 就是在几百年前 我们的祖先 就是按照这种制式 去生活 去生活 去完成日常 对 那么就是时光沉淀下来之后 在几百年之后 他们的后人 站在当年非常非常普通的 这样一些民家用品面前 你会感到敬畏 是的 这个东西就是仪式感 这是历史给我们带来仪式感 所以说从西方角度来讲 就老有一种说法 说中国是一个伪众生国家的文明 是 就是这样 其实道理来说的话 就是这样 就是 是什么代替了宗教 对于就是说 中国人的社会的文体 对 是历史 对 是历史 历史代替了就是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 就是我们不从宗教中获取敬畏 而是说这些历史中 日常的 我们从 我们从就是 从未断绝过 我们的历史 没有断绝过的历史 对 我们对这个 这里就是充满了敬畏 对 所以说 你如果说要在哪 这个片子 流浪地球这个片子里边 哪些地方能够看出 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仪式感 其实就是说 对于 对于家庭 对于民族 对于就是说 对于过年这件事情 对于过年这个事的执着 对 对 就再怎么样 我他妈的也 也得过 12行的放了 就地下城已经 再怎么样 下班的回去吃那 葱油面 就已经赛博朋克上那样 你还50 对 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所以 而且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 中国人对待 看待历史的尺度的不同 我觉得中国会写出 非常棒的科幻 对 这是 这是我想法 而流浪地球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证明了 就是中国人处理科幻的时候 会给一种全世界都不一样的质感 对 然后就是说 关于科幻片这个东西 其实在近30年 差不多近30年左右 基本上是被好莱坞工业统治的 但是在此之外 其实我们需要去看一些 视角不同的这样一个产品 实际上我记得去年 好像俄罗斯拍了几部还不错的科幻片 有太空片 我觉得这几部还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就像刚才张网说的 你是不是里程碑暂且再说 但是我希望流浪地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它能够把中国是中国味道的科幻带给世界 当然我说的 说不说里程碑这个事 包括老白刚刚说的是流浪地球为起点 至于之后怎么做 这都是每一个相关的从业人士 他们要考虑 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不仅仅是流浪地球这样的灾难片 是有更多文化内核的东西参与进去 而不是指说 我们要跟流浪地球一样 也要搞什么世界大和谐 也要搞这个桥段 也不是说就这些了 包括那些很基础 我们也要在科幻片里面过年32 我们也要说大年初一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说 这个东西不是说单纯的抄 我们不是单纯把这个东西 copy到你自己电影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 你能把这个文化真正的内核东西 带到你跟你的科幻的东西 是搭嘎的 两个人是有关系的 建立起来 它的连接是非常 可能你先要问自己 如果是中国人独特的看待事物 到底是怎么想的 然后你再想中国人看待科幻 或者是看待科幻场景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 这个东西你放在美国 就是2011太空漫游 对 是美国式的黄金时代的基电 他们看待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观点 这个事如果放在俄国 就是塔科夫斯基 对 就是索拉里斯 是 索拉里斯星 对 那么就是本身来讲 他就蕴含着俄国人 这个民族性 他的一个思辨 对于意识 对于人的这样一个考量 流浪地球里 俄罗斯老大哥的设计 也非常有意思 就充满了 我们很亲戚的某些文化符号 俄罗斯人的样子 包括俄罗斯的这种太空情怀 都在电视里表现特别好 那扎谎刚才提到的俄国的太空电影 其实我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的 因为讲真 我这里边抛一个个人观点 就可以骂我 可以骂 格局很大 它格局和利益比 就是说好莱坞式的这样一种观点 要高很多 对 三部 第一部是写尤里嘉嘉林的 就是一个搏击太空 第二部是 搏击太空 对 2013年 然后第二部是圣城二号 圣城二号是太空漫步 它是讲人类第一次实行太空漫步的这样一个故事 第三部的名字叫李炮七号 然后中一版叫太空救援 是苏联送两个预防员上去修太空战 修李炮七号空间站的这个故事 就是他在里边讲述的内容 或者说是集中在集中的个体 是一个微观尺度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片子里边看出 就是他对于宏大命运的这样一个思考 对 说到宏观尺度 或者是宏大叙事这个事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 我估计也会成为争议的一个点 在我们的网上的很多 就是某些群体讨论中 我们可能会把宏大叙事 和个人试点 人文精神拆开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一个事 其实是一个事 而流浪地球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我对流浪地球 比较大的一个批评 我觉得他没有处理好 虽然他正 就是这个片子的整个过程 证明了宏大叙事和个人的 个人情感是一个东西 但是他实际上就实现了没有那么好 其实本质原因是因为里面所有人物都挺扁平的 但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流浪地球原著小说 他的整个的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在这个节目里提这个问题 对不起 但往下再提一句 我觉得就是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们在看一部非常宏大的史诗 我们是通过主角的视点去看的 主角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者 对 我们代入的就是主角 但是主角他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就是在看宏大的史诗 因为是这样 就是这个就不做大刘的文学批评 很多人会说 你也敢 是我也不敢 你也配 但是你反过来再往前说 就是我们会说大刘有非常重的 那个黄金时代科幻的痕迹 黄金时代科幻中 比如说三巨头里 哈希莫夫 行不上就这样 就是科学家一定是那样的科学家 科学家里好的科学家一定是这样的 坏的科学家一定是那样的 然后军人的 开明的军人和不开明的军人也都是那样 然后政客呢 也是不开明的和开明的也那样 然后里面所有的女性人物 基本上都是花瓶A类和花瓶B类和花瓶C类 然后开明的就是有担当的女性形象 又是另外一个门类 大家可以看一下GP你知道吗 GP就是这种模式 所以对阿希莫夫的这样的批评 还有神门自己 推荐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特别明显 就是神门自己 是特别牛逼的一个故事 是这样 神门塑造就是特别平 我来给你拆解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刘子军老师 他的就是受到的影响 主要来自于苏俄文学 是 对 苏俄文学的就是场景描述和人类速造 就是决策速造观点 是导致他后来写作特性的一个核心 为什么你能从里边看到 就是说阿希莫夫的问题 谁因为阿希莫夫 阿希莫夫是俄罗斯的犹太人 对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在流浪地球的电影的剧本改编中 他已经整个编剧团队已经非常清晰的开始给每个人物特别强的动机了 对给他们注入动机 对不过这个动机还很难让他们成为一个锋满的 有点青涩 对就是每个人还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我要重新说到一点就是你电影就那么长 哎 是是是是 有电影就那么长 对 你凑合得了 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啊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物他都能用非常大众的笔墨去给他塑造一个特别丰满的整个人物背景 他整个纠结的问题 所以毫无疑问这将会是这个电影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点 是是是可以预见到这个事情 对对对 但是在综合来看这个片子就是很多次的打动我 而且这个片子因为我我参加了这个感谢不存在日报 我们这次观影应该是这个全全国最早的一批 我带着一个特别神奇的悬念 就是我在想这个片子这么拍什么时候拍俗了 就是每一次都是 我开场看到地下城的时候 我在想他是不是那种就是格局很小的抨击这个人类暴政似的 然后他不是 然后呢他看到这个空间站的时候 我在想他是不是一个很传统的太空漫游是个故事呢 对我倒是也是这种感觉 也不是也不是 看到牟丝的时候第一眼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当那个火拢计划启动的时候 我说好嘛完了拍成三体了 行吧反正三体这么火 结果还不是 这就一次一次的把你拉回了 对拉回了 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 我很推荐就是和我 看待科幻电影太多类似的朋友 比如说看了很多小说 然后很少看电影的朋友 好好看一部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对于喜欢小说的人来说 你会看到一个让你满意的 一个跟你熟悉的故事截然不同 又互相弥补的故事 因为你想到最后众志成城的时候 众志成城把这个木星点燃的时候 我确实哭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想起了那个对比 和原著的对比 就在这件事 就在地球离开木星轨道 好几个十年之后 在冥王星轨道上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对那件事情是 就对于整个文明影响如此宏大 相比之下 木星这个事似乎都不是个事 很描述的一个事情 但无论如何 只要面对危机人类文明 就是这样的 他们就做出自己的抉择 这样就是一下对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改编就非常聪明 就是他给了喜欢原著的观众 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 这个就是不像 我觉得以前 比如说某些小说的改编 是那种给人一种改编 就是改编你原著党 不要说话 对对对 那种态度 我改编就是乱编 对 没有 突然突然 唐突 但是你看整个刘强力球的这种改编 我就非常喜欢 我觉得很恰当 特别棒 就是我跟张伙去看那一场 就是是亲游场 对 就基本就是 不知道怎么被邀请到了亲游场 不知道 我们其实也不是如今的 对不起 但是就是一般来讲都是剧组朋友 对对对 关系比较好 这批人去 然后就是吴梦娜也去了 他也在观众席上完整的看完了自己的电影 然后他在应后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了不起 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我对电影本身包括我自己的演出 我是很满意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在科幻影片里边 你能看到就是中国人的情感维系 中国人的情感维系是什么 他比他这是原话 他说比就是说西洋人的 我爱你 我想你这种粗陋直白的表达 我怀疑他原话是不是这样 对不起 那么看继续 要高级 因为什么呢 对 因为在这个片子里边 维系情感那种是什么 是思考的思 对 这是说我们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这样 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对 就是说思考思念 思索思维反思 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内容 吴梦娜先生 对 这是吴梦娜说的 对 但是他当时因为口音问题 对 说了 他说了 我们在台阶听 可惜的 但是说了好几遍 然后包括导演 吴梦娜和郭凯娜两位 就帮他去说这个事 这个片子真的 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很难说这个片子 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演的时候 是骂着做一团 还是 我们其实非常忐忑 对 一面叫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 确实很打动我们 是 一定得分享 这里边其实就说到 观影观众的 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观众群体的状态 就是说了两个情况 我认为在中国做科幻片 跟做游戏是一样的 突然拔高 不是说突然拔高 是因为什么呢 两件事 第一 没有工业基础 对 是 对吧 这没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 没有群众基础 是 谁那么管你做的是什么 对 对吗 但是呢 问题来了 核心用户非常挑剔 是 做的不好 做的不好 屌天屌地 对吧 因为什么呢 他拿来横平的 不是别 成熟的 是非常成熟 非常流程化 他对标的就是那些 他真正从工业化 重工业化 流水线 非常成熟的 我抓到牙齿的机床里面 做出来的东西 而且任何一个方面 包括说 你看就是刚才我们夸了一个片子 但是也说出了他很多不足的地方 对吧 就是各个点都要去和已经成熟的领先的 诸遇在前的这样一些 对 去比 杰作或者说产品去做一个横向对比 那这个挑战难度回答了 是 对 所以说呢 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有点像是拿海洋灶跟卡尔佐巴比 有来了 可以啊 有点是这种感觉 你这也很唐突 对 但是就是 这是从工业基础上的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是什么呢 科幻的文脉 对 中国这个东西确实很缺失 对 那么正因为就是说文脉 我们的科幻文脉是断过的 是的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就是很多人 包括说是主流电影市场的观影观众 对 他对于科幻一无所知 是 而且这个文脉断过 还有一点很关键 是我们之前是苏式 科幻的文脉 到了后来断过一次的时候 回到这欧美模式的文脉 问题是苏式科幻 你也没记成过上 对 所以说 然后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找到一个很中国的科幻的点 虽然你没找到自己的路子 对 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确实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很好的实现这个东西 对 所以说其实他面对的就是状态 其实和主机游戏很像 是 你在中国你要做一个主机游戏 那好好加 对 然后打比方说你要找钱 我想做一个游戏 这游戏很好 我想法很好 你越流水多少 好 开始了 行 对吧 一个问题你就再见了 然后我记得之前那个网上传了很久 那个帖子 是啊 就是说你拿什么做钱 他给不给你钱 他玩什么游戏 然后花来饭做手游来听最多 是这个道理 那就是说 你看我们去抨击就是很多现象 包括就是人物扣相 鲜肉 流量 这些东西 就是大家都不满意 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不对 但问题在于说是 这个市场它是这样 是啊 对 所以说这种 这个时候出现了流浪地球这样的一个片子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 就是无论是科幻爱好者 也好 还是希望看到更多优秀内容的 好电影 群众 就是无知群众也好 我们希望它本身能够成为一个现象 就是他能够 他能够给这个市场注入一个火种 对 我最后说一点吧 就是作为一个电影观众 我不算一个非常迷的科幻迷 你这么说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电影观众 我的看法是 我很乐意去看到有流浪地球 这么一部科幻电影在中国出现 还是中国国产 你不要说什么 因为维塔 VFX 你就不是国产什么之类的 你就先说 它是一部中国人拍一部拍出来的电影 它就是一部国产的科幻电影 它确实是很中国的电影 它之前 所有给我的感觉的那些先前放出来预告 包括那些什么 这又没钱了 那又没钱了 这些信息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悲观的 我已经放低了自己的一切期待 我去看了这部电影 然后我的感觉是 在你放低了一切期待之后 你去单纯的看这么一部电影 你会有非常意外的一些惊喜 就是 刘强必修是在刘思欣 众多授权改变电影里 我期望最低的一部 是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子 完全没有办法改 是 你如果真的是把小说改成电影 真的没办法 我20年来一直执着认为 刘思欣所有的小说改成电影 最好的 就是能破冰的 是地货 是 我觉得是全面太子在干 那你也比我是更危险 你们这一个怪的 科幻战狼 说到战狼这个问题 你就要说这个 要说吗 我们节目最后要不要夸一下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夸 我们只是说 现在这个现象 说我们国内的整个 包括娱乐圈 整个我们看到这些受众 越来越没法把演员 跟这个戏本身分开 演员跟本身 演员跟他的角色分开 你提到吴京 你一定要提到战狼吗 是 他明明拍过 拍过非常多其他的电影 他也是非常好的五大明星 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到战狼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战狼PTSD 我跟你讲 对战狼形象的攻击 这个事往后深地说 就不是我们电台能说的事 能说的事 但我就这么说 吴京在这部电影里的演出 我觉得他是合格的 是的 很合格 他作为一个演员非常棒 而且我觉得他承载那个形象 不管很多人不喜欢 或者很多人喜欢 他那个形象是对的 在这个片子里 是非常合适的 是需要一个这样形象的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点军人风格的 对 然后父亲 有他的气场在 这个气场 还真的很合适 演的确实很好 对 所以我们最后连吴京都吹了 不是 从我的观点 突然有一种 这次要死得很惨的感觉 吴京还没吹完 我要吹一步 继续 因为什么 就是我很佩服吴京的这一点 是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做的评论者 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没有什么 我像腰疼疼 说话话 也没有什么说配合不配合 就是我只说一点 他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去尝试其他东西 你们说 就是舆论上来讲 你说是爱国营销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东西也好 到底最简单了 如果我什么也不想干 我只想挣钱 我就拍战狼赛 对 我拍战狼三四五六七八 战狼山下太空 对 然后就画画各种 战狼山下太空 太空战狼 惊了 快全赛组 但是就是吴京 他敢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而且他把自己的资源拉来 推动这个事 而且他做的 他是戴资金组 对 他戴资金组 零拼仇 对 这个东西他冒着风险的 我们不能说 你拍一个片 禁组肯定挣钱 不可能的 是 这一年亏钱 片还少吗 对吗 但是我认为 就是说 他愿意去做这些事 而且关键是在于什么呢 他很认真的做 是的 对 就很棒 这个事情 对 我认为这一点很了不起 就是你别管战狼 就是说所谓的评价如何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他一定会在中国营指上留下一笔 如果流浪地球能够在中国营指上再留下一笔的话 他就留下两笔 是 还有意思 对 有多少个演员能做到这样的一笔 是 这个反正确实很棒 反正我觉得 对 他的整个演出都很 还是话说回来 最后结尾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电台 表达都是我们三个人个人观点 在这里我表达一个私人观点 我希望吴京能投资中国的三游戏 惊了 你这个还算了 对 因为就是说经历过 这有之前的就是投资成功经历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好他的方向 行 反正这个片子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在录的时候还没到春天假期 我们其实也没看到说什么 我在说一个可能会有点得罪人的话 在出之前 我觉得目前来看自来水的强度有点高 吹得有点猛 你是担忧是吗 对 我觉得吹得有点太猛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上的时候 肯定还会有一波回潮 会有很多 对对对 就是这个片子的批评 可能是情绪化的 对对对 一个客气的行为出现 可能是情绪化的 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认同的观点的差别 可能是一些更不一样的观点 很正常 我觉得能引起一些 甚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根源的 认知差异的这种对抗 对抗 是电影 他成功了 还挺厉害的 这是很厉害 他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是 对这个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口配出来 我们是不要被喷惨 对 还是我们人 反正录之前已经说这是挨骂节目 对 最后就是需要提醒 看 就是听我们这期电台节目的朋友 如果说有 家里有小孩的话 不适合带着去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家宽电影 对 而且就是 不是那么合家宽电影 而且就是声光这一块来讲的话 对于小孩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冲击 这个片子适合春节去看 但是他确实不是合家宽的 对 而且对 昨天老白主要是他后面做了一个小女孩 然后就哭的 是这样 对 因为那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全场痛哭 对 他女儿 所有回家日记写的是 今天看了流浪地球 吓得我都哭了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 全场科幻民看的时候 真的是多次大家痛哭流涕 就是确实很棒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片子 反正我们也很难预测带来的争议 他有他的硬伤在 他有问题在 他有他暴露出我们 我在想有个什么地方还没喷到 你又在那 如果到现在就是没喷到的话 就这样 就这样 但想起来到时候 我们可以再说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然后也希望 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 能够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观点 实际盆 还是我说这句话 刚才42也说过这句话 每个人看电影 大家都有自己 要的不一样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的期望是什么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不要拿你自己观点 往别人身上套 你也不要非得说 自己的观点 一定要被别人认同 不喜欢 喜欢都是很客观的 大家都很客观 每个人都是人 每个人都看了那眼 每个人都花了票钱 当然讨论到群体化的时候 肯定有不客观的原因 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好聊 再说 反正就是这个事 希望大家都先到电影院 去看一下 先支持一下这部电影 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个讨论 无论他好 他很有可能会让你得出声 没你们吹那么牛逼的 这非常正常 这非常正常 因为我们就是吹的 节目差不多录到这 最后给大家再拜个年 再拜个年 那么新春期间 为大家送上最后的祝福 就是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其实两行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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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